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幽然在头部 然后我说我离乎 побед的 España 關於施政報告中的政策範疇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的部分 看完特首的施政報告令人非常反感 現在擺在眼前 在這個範疇中有幾個重要問題 都是大家需要關注 這個淫審條例現在又檢討期間 今天大家看報紙也看到了 民間電台又收傳票 關於開放大氣電波的問題 一直是我比較關心的 我們的黨友也有一個民間電台 現在加起來的傳票十幾二十張 一個最荒謬的就是 前後有九個立法會員被票控 這是破世界紀錄的 就算有些離任了 今時今日 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都有六個立法會議員 在這個參與非法廣播 是被檢控的 是佔了立法會的十分之一 全世界都沒有的 為甚麼呢 為了去參加一個電台廣播 有六個立法會議員被票控 各位朋友 這是很過分的 主席 你知不知道 有六個立法會議員被控 不過沒有你們份 因為蔡素玉有份參加民間電台廣播 不用被票控 行政會議成員都有一個張炳良 不用被票控 我也不知道 即是說 政府是用甚麼標準 開放大氣電波 這是香港民意的訴求 曾建成搞了幾年 到現在都沒有停過 到今天為止都繼續被人票控 當然 你可以回答我 現在我們講法律 但香港作為一個所謂開放的城市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竟然有六位立法會議員 因為參加一個 違反電信條例 據稱違反電信條例 非法廣播的一個民間電台 做節目 即是被票控 這六位立法會議員 包括劉慧卿 李永達 以及我都有份 六個立法會議員 六位民選的立法會議員 去參加民間電台的一個節目 被票控 成為被告 犯法 然後又可以做一些輿論 你看這些立法會議員 作為立法者 知法犯法 為何他們會犯法呢 為何他們明知 這個民間電台是沒有牌的 他又去參加節目呢 他覺得沒什麼所謂 他又不是有心去犯法 老實說 你不要屈就屈 好像司徒華那些 七十多歲 拋了幾次上法庭 無緣無故上法庭 幾個小時 接著押後 六次了 前後差不多 七十多歲 大吉利是 他今年七十多 拋到什麼時候 在裁判法院 法官裁決 這個電訊條例是違憲 民間電台無罪 政府不去上訴 最初的時候 打茅波 上午判了政府違憲 下午找個高級一點的檢控官上庭 接著就要擱置這個裁決 然後再出禁制令 接著我們又違反禁制令 廣播 一而再再而三 趕盡殺絕 做了什麼錯事呢 請問 全世界最極權的國家 北韓 只有六個電台 我們厲害他一點 有七個FM頻道 但是呢 電台只有三個 比他更差 比他更差 跟那些什麼南韓啊 台灣啊 跟台灣更加沒有得比 大哥 1988年台灣解除暴禁之後 原本那些限制 幾乎國民黨頂頭才可以拿牌的電台 一聲 總共有三十幾家 到現在一百七十八家電台 地下電台不計其數 尤其在台南地區 香港 三間電台 親疏有別 大班有個牌 我們先請FM 沒有頻道 老實說 由881到107.9 這個中間的頻譜 你可以分成一百個小的區間 理論上可以擺成百個電台 所以 你不懂得 政府的心態是什麼 不是想屈你 這個很明顯就是 妨礙資訊自由流通 要 妨礙言論自由 這條法例什麼時候來的呢 局長我想你很清楚 是嗎 當年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 是嗎 現在的共產黨變了新貴了 是嗎 大哥 你們也幫忙爭取一下才行 我們又有疑似共產黨的主席 有一大堆疑似共產黨的立法會議員 是嗎 這條法例我們對付共產黨的 這條電訊條例 當年是 我希望政府 想清楚 那個後遺症 你繼續這樣下去 我們是預料被你控告 沒甚麼所謂 反正也是 是嗎 其實被政府控告 或者上法庭很淒涼 長毛現在是去了法庭 襲警案 是嗎 我們這群人經常上法庭 其實是很淒涼 你告訴他們害不害怕 我真的害怕的 大哥 又浪費有錢 又浪費車錢 是嗎 坐在法庭上 大家都笑 還沒說髒話 其實說髒話都不足以 宣洩我的憤怒 我真的說 剛剛 扔招又濕碎 有人還想搞我 放馬過來 我因為不怕 你出現玩 我便有時間 跟你玩陪你主席 我告訴你 另外一樣 譬如像華叔這些 我一說起我就會生氣 坐在那裡 每次去法庭 去幾次又未審 對不對 你這頭 好了 又不上訴 然後弄一個禁制令 先搞你 好了 犯了禁制令 又等到審了 又一單 好了 接著現在上訴 又在排旗 玩什麼 浪費我們的時間 虛耗我們的金錢 消亡我們的鬥志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為什麼 爭取到開放大氣電波 我們未必可以拿到牌 是嗎 就是為了 香港人的通訊言論自由 是嗎 很簡單 你以為開放大氣電波 一定拿到牌 還有家長現在有數碼廣播 開始研究 是嗎 什麼研究 根本已經實行 電台 用什麼容易 是嗎 是嗎 你現在大八九成都是這樣 拿一個AM台來做什麼 是嗎 是嗎 哪聽到的 是嗎 然後數碼廣播送三機 是嗎 霸佔市場 有幾十萬戶 就搞定了 拿廣告 我幫他估計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 還有大八闊老支持他 行政會議都幾個股東 是嗎 這是什麼世界來的 是嗎 第二個 時間問題 因為我們會留待 明天要說十五分鐘 聲討這份施政報告